天文台在晚上8時40分再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雷暴警告亦同時生效 天文台說本港廣泛地區的雨量已經錄得又或者預料每小時會超過30毫米 西貢、九龍東和港島東雨勢最大,預料雨勢會持續 天文台今日之內多次發出不同的暴雨警告 天文台先在早上10時25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30分鐘後改為紅雨 20分鐘後再改發黑色暴雨警告 到下午1時半又轉回紅雨 直至3時多取消所有暴雨警告 當局一共收到49宗水浸和4宗山泥傾射報告 其中在火炭的黃竹洋街大雨下鋪在路面的納青又再裂開和引致怒陷 詳情由林詠恩報道 在黑色暴雨期間市民拍到火炭的情況 雨水夹閘着沙泥、石屎 黃竹洋街就變成急流感 由黃竹洋村一路衝下來 石屎衝下來 還有呢? 還有一部車衝下來 基本上全部納青衝下來 水上衝下來 雨水稍微小一點之後 見回一條黃竹洋街 但路面一塊塊的納車脫光出來 行車路變得凹凸不平 貨車行駛時也有困難 警方要將部分路面來回的行車線全線封閉 路政署都派人緊急回收路面 有線電視記者任命一無道 旅行駿洋街接連在大雨之下裂開和露陷 可能在山上引水道渠口不夠大 令到雨水積墜形成急流 預計在明年雨季之前 完成擴闊排水口工程 黃結衛報導 去年八月火炭黃竹洋街的納青路 上星期紅雨又受不住大雨衝擊 路政署之後派人維修好路面 但一個星期之後的黑雨 路面又再裂開 我在這裡十八年 十八年都是享受這件事 泥、沙沙石石條路衝破 有學者說問題是出在道路設計和交通流量 這裡駕駛的重型車比較多 還有它做的時候 做的泥底未必是做得那麼好 上面那個納青的面層 那個黏貼不是黏貼得那麼好 渠毛署解釋在黃竹洋街對上有隱水道和排水口 他們說可能是排水口位不夠大 當下大雨的時候雨水就會積聚成為急流 我們現在針對中央頸位先做了那個部份 令到雨水比較暢順地進入地底的渠道 就不會說氾濫了出來的路面 渠毛署說計劃在明年雨季之前 可以完成擴闊排水口的工程 有先電視記者黃潔衛報道 至於在早上最大雨時的情況 再由黃潔衛報道 最大雨的是新大 上星期就洪水影響的丁九川 早上亦下大雨 青山公爐沙倉段又再浸過 在元朗早上九點過後雨勢轉大 司機很難看清楚路面 雨勢最大的是屯門 雨量超過150毫米 其實自午夜起 新界廣泛地區已經錄得 超過100毫米的雨量紀錄 政府還收到多宗水浸報告 而區的雨也不小 不過就算在黑雨期間 也不是人人可以立刻下班 有人還特別忙 斯文台說那些雨還會多下幾天 有先電視記者黃潔衛報道 有先電視記者黃潔衛報道